接下來的例題就是要問 誰安定 誰不安定 誰是最好的氧化劑 誰是最好的還原劑 請問你 要告訴你 納、鋁、鐵、銅、氏、活性這樣 誰是最好的氧化劑 氧化劑是有氧 所以有氧化那氧化你 氧化你 氧化劑是要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要把氧送給人家 所以譬如說他不喜歡氧 他不要氧 他要把氧丟給人家 所以不喜歡氧的元素 氧化物喜歡把氧送人家 這就是好的氧化劑 所以對氧活性越小金屬 氧化物越不安定 越喜歡把氧送給別人 這樣越容易讓別人能夠氧化 自己會還原 所以是比較好的氧化劑 他已經告訴我 他的活性大導資訊 銅的活性最小 所以兒童最不喜歡氧 所以氧化銅最能夠把氧送給別人 所以是最好的氧化劑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OK 這裡是問你 誰是最好的氧化劑 那麼這裡就問你 誰是最好的還原劑 有兩個也不可能嗎 有兩個也是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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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誰是比較好的 誰是比較好的還原劑 來 停車站接問 可愛大帥哥 帥哥是誰 帥哥叫做 30 錯 A 你說什麼 A 怎麼都是A A 最好的還原劑 最容易把人家的氧搶過來 所以表示要找活性最大的元素 氧化銅氧化美自己有氧 最多是把氧送人家 那個叫做氧化劑 不叫還原劑 所以C豬絕對不可能 要在A跟B挑一個 要挑活性大的 因為活性大的元素 容易把人家的氧搶過來 讓別人還原 這個叫做還原劑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A 因為美的活性最大 OK 下一個是 類似就是安定不安定嘛 安定就是不容易發生反應 不安定就是容易發生反應 所以會衍生出是誰是最好的氧化劑 誰是最好的還原劑 那麼這裡的氧化物最安定 就是它最不會發生反應 它最不喜歡把氧送給人家 所以它是最不好的氧化劑 它是最不好的氧化劑 OK 那 那就是你要去背 這些元素的活性大小 就是用背的 前面是有給 就是你要 現在你是要背的 我講過要背的東西 OK 現在要換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 美女 美女叫做 13號 13 A 怎麼都是 真的都是A 是奇怪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想 甲是這裡面活性最大的 元素活性最大 所以它的氧化物呢 就最喜歡氧 抓的就不放 就最不會把氧送給人家 所以呢 就最安定 就是叫做 元素越不安定 氧化物就越安定 元素越安定 氧化物就越不安定 就是來判斷它安定不安定 這一段就是問你 誰是最好的氧化劑 誰是最好的還原劑 跟它的活性大小是有關係的 OK